诸佛菩萨在因上修行 也是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最终才能成就佛道 佛教是指恶扬善的教育 对一切损害众生的恶事都不能做 不以恶小而为之 即使是小小的恶念也不起 小小的恶事也不去做 一切利益众生的善事 我们都要去做好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要以为小小的善事就不去做 一己之善 不但能为自己积功累得 也能利益他人 丝毫之恶 损害自己的品格 也会危害他人 公目你的母亲 她是杀害毁骂 就堕落山土堕落地域了 那其他知道吗 你不要说大家看不到 这辈子你投胎为人 来世你可以当人吗 都不知道 怎么说 因为你看不到未来 那我们这个 释迦摩尼佛 曾经带着阿乱尊者 在外面行走的时候 在地上抓一把土起来 跟阿乱尊者讲说 得人生的如爪上土 是人生的如大地土 说你看了云云众生 一样的杀害一样的毁骂 他能得到人生吗 不得而知啊 所以说菩萨为应众生为果 所以我们很难得得到这个人生 要知道说 佛法难闻金语文 佛法难闻金语文 人生难得金语德 此生不相近身度 更像合真度此生 贤德的人 不但具有知善知恶的良知良能 而且不轻忽小善之德 小恶之害 能够真正断恶修善 所以令人心悦臣服 诸佛菩萨在因上修行 也是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修一切善 无善不修 不计较事情的大小 都能对事以真 竭尽心力 广修菩萨行 最后才能成就佛道 十方新闻记者 莱芸荣台北采访报道